防疫工作不能松懈 为了让师生能够安心重返回校园上课 台中市近400所高中纸以下的校园 都配合做好消毒还有防疫措施 在要进到校门之前 必须量体温还有消毒 那么学生上课时段也有做好分流 就是担心人潮太过拥挤 不过还是有家长不太放心 在出门前千叮咛万交代 台中市长卢秀燕 今天一大早也特地到校园里头来视察 看到师生们都有配合防疫工作 他也相当的满意 最长的暑假终于结束了 背起书包上学去 空荡了三个半月的校园 一大早涌入大批的学生准备上课 老师们担心人流群聚 再三模拟动线 要求学生们都要戴好口罩 依序量测体温跟进行消毒 才能够进到校园内 虽然学校都有配合做好防疫工作 但仍有家长不放心 担心小朋友口罩没有戴好 有没有记得勤洗手 出门前再三叮咛 就是不要乱摸啊 然后如果一定手脏了 一定要赶快去洗手 下午走脏 台中市长卢秀燕 也来迎接返回校园的学子 之前停课不停学 现在开学兼防疫 每个学校的人数都相当的多 为了分流 所以每个学校呢 也都根据自己的状况 孩子们上学 开学 做分流入学 疫情获得控制 开学更不能大意 由于学生人数众多 校方也特地在开学前 和家长沟通 进行上学分流 分时段进入到校园内 疏散人群 另外小一新生 是第一天到学校报到 校方也精心安排 大型人偶在校门口欢迎 希望能够减少 小朋友对陌生环境的恐惧感 街角洪建民 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